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讲经听法功德回向给法界一切友情 开经纪 无上甚深 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谣秦三藏法师 纠摩罗十亿 金刚经在中国 流传到现在的大约有六个译本 我们现在学习 学用了金默罗士法师的译本 金默罗士在中国佛教史上 被称为四大义经师之首 而且在佛教的传说中 有七佛之师的美誉 每一位佛出世 他都来帮忙一经 令大成经谍广为流步 关于纠摩罗士大师的传说很多 有兴趣的朋友可自己在网上浏览 我们在此不多介绍 金刚经全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金刚大家都知道是地球上最坚硬的矿物质之一 它可以摧毁千歌其他很坚硬的物体 而自己不受损坏 暂时来比喻金刚经中的智慧 可以摧毁一切烦恼不正见 另外呢 唐代大义师学账法师的译本 把金刚经的全名译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就是说这个智慧比金刚还厉害 能断金刚 那么是什么智慧呢 即般若波罗蜜 般若波罗蜜呢 是梵文的影义 即义经师无法在中国的汉文词汇中 找到恰当的用词可以完全涵盖梵文表达的意识 便直接按它的发音记录下来 现在佛教界大概将波罗波罗蜜理解为 从生死轮回的此乃到解脱彼岸的智慧 有时列称波罗智慧 这种智慧呢 专指佛菩萨的智慧 它不仅是一种对宇宙最高真理的领悟 而且是一种从轮回中解脱的能力 所以大家不要讲这种智慧 与世俗的聪明才智小混小 经 经的意思就是 佛说的道理记录下来就称为经 所以金刚经全民的意思可理解为 有一种智慧像金刚一样无解不吹 可以令人从生死轮回的此乃到达解脱的彼岸 我们下面学习的金刚经呢 全文化分为32品 按历史记载呢 金摩罗斯大师最初的一本并未划分章节 这个分法是梁武帝时期的张明太子划分的 因为这个划分还有一点点争议 有人认为呢 金刚经佛在说法时一气呵成 不应该分章节段落 有的人认为分开章节更容易记忆学习 人者借人 智者借智 个人认为不管是否划分段落 对真正了解佛说法本意的人都不会是问题 下面我们来文听第一品